各位台大先進還有高一的先進,大家好 我是今天講的蘇映輝醫師 今天的主題是引導性更管治療的局限性和可能性 謝謝剛剛莊主任的介紹,這邊是我的學歷 我有自己的YouTube頻道 就掃一下QR Code,或者是直接在YouTube上面打我的名字就可以找得到了 我是自稱實作型的YouTuber 因為我們在院內的教學,我都會直接錄起來,然後就上傳 這是今天的Outline,主要的內容就是關於引導性更管治療 也就是Guide and Odontics 不好意思,用一下 主要分成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我會簡單的講一下 因為我想在場比例應該沒有非常高 都是And Odontics,應該沒有非常高 我會簡單講一下現在一些And Odontics的概念 還有現在Guide and Odontics到底在做什麼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會去講 手術性跟非手術性的Guide and Odontics 第三個部分就是會講一下關於它在臨床上 或者是體外實驗的一個Accuracy跟Limitation 最後一個部分是臨床的病例 首先從第一個部分開始 這個是我們熟悉的Pathway課的圖 我們習慣的,我們用High Speed做Access Opening 然後會用DG16去探測 然後會用GGGL 先確定File File確定Chanil的位置 用GGGL做一個Chanil 其他再做一些修補 最後做Ru-Chanil Treatment 這是我們所熟知的根管治療 這幾年比較紅的就是所謂的MIE Mini-Invasive and Authentic 這些概念就是說 上面這個是比較Conservative的 就是它在做Access Opening的時候 洞會開得比較小 甚至有時候像這個Pub Chamfer Pub Home 它其實沒有打開到最上面 就是說這些地方它並沒有實際上去打開 或者是說比Conservative稍微再測大一點 它要把Pub Home測開 但是上面的開口還是稍微有做收據 而不是完全到Conservative的一個做法 就是不是完全到Convention的一個做法 那當然其他一些稍微有一點點偏的 就是像這個Trust 就是你在Open的時候 你把Miesio跟Diso各扯一個洞 然後把上面這邊留下來 它那個Trust這個字就是那個眼架 就是中間它橫梗的一條還留在那裡這樣 那當然這個做法 我想在專科來講都還是有一些爭議啦 不過這個不完全在今天討論的範圍 那這邊CPM paper它所提到的 那紅色的部分是最保守 就是最Mini-Invasive的一個治療 那綠色的部分就是有一點conservative 那就是沒有開得那麼大 那最後這個紫色的虛線這個部分就是conventional 就是我們課本教的或者說最傳統的 它就是上面全部打開的 那這個可以做到就是因為現在有一些超音波 就寫為進這些的一些幫助可以讓我們就是保留更多的辭職 那當然在新的Paper 這個2020年的Paper 那就是關於Access Opening的部分 像這個是最傳統的 那當然它從左邊到右邊就有一些不一樣的 那conservative的或者是像所謂的Ninja 就是開著一個超小的動向忍者一樣 那或者像剛剛提到的Trust 或者是其他這兩個就是跟著Caris的尺值缺損 去做Access Opening 就是叫做Caris Access 就是你的蛀牙住在哪裡哪裡 把蛀牙挖掉之後是不是就可以 其他地方就可以稍微再保守一點 或者是跟著你的Restauration 就是你Restauration的舊的填補移除之後 然後就是在跟著你的舊的填補移除完了 就不要再多車 或者是稍微再做修行 那這個洞就這樣成Acess Opening 那這個是前壓的版本 其實差不多啦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一張圖告訴我們說 Conventional的 這會是左邊這條路 就是左邊這個會把整個Paper Home 撤掉 那這邊會做很嚴格的Strile Ashes 就是這個Cervical Dentine Budge 就是這邊的Cervical Dentine會被移除掉 那黃色這個就是比較Conservative一點 就是外展沒有做得那麼大 那當然這個也是要得力到現在Night Eyed Rotary的一個彈性 讓我們可以這樣子去做 那當然我們在開得比較小的時候 第一個作為專科醫師會看到的問題就是 那你開得那麼小 是不是會牽不乾淨 所以當然有一些study告訴我們說 它開得比較小 在shipping的時候有可能有一些地方 會沒有conventional做得那麼乾淨 那還有其他的一些實驗 就是抗彎曲強度 你剩下比較多的尺質 它是不是真的會 就是剩下抵抗鍛鍊能力 這個會比較強 那當然這一篇做出來是traditional的 跟conservative跟ninja有差別 但是conservative跟ninja是沒有差別的 不過這類的文獻其實最近慢慢越來越多了 那前面簡單提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對於andle的概念 稍微有比較保守 或者是進步的這些想法之後 這邊也是新版的課本裡面的 其實在3D printing的guide 概念andodontic的部分 還有概念andodontic surgery的部分 這兩個部分都是在課本裡面有列出來的 不過它放在combinCT的商界裡面 那我想再說因為蠻多prose的意思 那我想這個 因為大家要蠻了解的 就是說橫的這一條是數位的製程 然後直的這一條是conventional製程 如果這個表其實沒有特別要講什麼 就是說大概你也可以全部做數位 或者說你可以在印模之後 用桌掃去掃模型 然後走進數位 或者是在印模灌完模型 石膏模出來之後 用桌掃去掃石膏模 然後走進數位 或者是你甚至你WhatsApp完 就是石膏模做完了 蠟形也做完了 然後再走進數位 那這個其實這張圖沒有特別要講什麼 就是要告訴 就是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你可以在任何的技工的階段 就是走進數位 或者是在某一個階段再走出來 那這個是大家了解 那這邊就是要提到 就是我們guideandodontic在做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部分 還是來自於植壓導板的概念 或者也不見得 但是也就是說植壓導板在這一塊 發展得比較早 那這些技術慢慢的就可以 挪用到該領導盤頂來 那當然左邊這邊是傳統植壓導板 那你可能是印模完模 在模型上面放GP 或什麼就用掉蠟 或者是用WhatsApp的方式 最後放GP然後去拍CT 那3D類植壓導板 就當然就是比較簡單 就是Auralscan 然後CT 直接在電腦裏做 你就不會再去做那些實際上需要手操作的部分 所以後續的發展就是從 3D 列印的資格導管 變成 3D 列印的根管治療導管 那就是題目講的概念當題的這個引導性根管治療 其實大體上也就跟資格導管沒有什麼很大的差異 就是你會去拍 CT 或會有牙齒的形狀 你會去做 AORO SCAN 然後把兩個在電腦裡面合在一起之後 你就得到一個跟這家老闆一樣的 你用這個 DRILL 去鑽這個牙齒 那它可能可以到達一些 你平常比較不好車的 或者是要比較花時間車的 到達一些比較深的一些概化的一些根管 這個大體上整個引導性根管治療的概念是類似這個樣子 那這個 WF 的部分其實就跟 Implant WF 一樣的 先拍攝斷層掃描 然後口腔掃描 然後你在電腦裡面做疊合 用軟體去設計一個根管的一個鑽針 然後進 3D Printer 那 Printer 出來了之後也可能再做一些後製 就是我們最後的根管資料導覽 包括帶電腦導致 surgery 就是做根肩手術的部分 我們也會用它來定位一些根肩的部分 後面會有 case 那流程也是一樣 就是一樣拍攝 CPCT Aural Scan 然後進到電腦裡設計到 你想要定位根肩的哪個位置 你想要把骨頭撤開 還是想要整個把牙根打掉 都可以 那最後一樣是走 3D Printer 然後就是 列印出來一個根肩手術的一個導板 好 那前面這個是前行提要 就是大概了解一下現在 Endo 概念 還有 Guidingo 當體的概念 那接下來要走進 就是今天比較細肉的部分 比較細的部分 那是講這個 Non-Surgical 跟 Silicon Guidingo 當體 那在開始之前 就是大概推薦一下這本書 這本書在 這本書有那個線上可以直接買 大概 300 塊台幣 其實不是很貴 這是 2020 年初的 那是一位 Kinariwakwala 好像是一個印度人 不是很會唸 是他寫的 那他的作者 那他在序的部分 就是書的序最前面的部分 他就找 Kohen 就是我們教科書的那個 Kohen 那他就找他幫他寫序 那他在序裡面提到 就是他認為這個 Guidingo 當體 是一個 Paradigm Shift 就是一個典範轉移 那他甚至也是提到說 他就後面用數位的 X-光片做比擬 就是說 像以前的醫師可能從傳統片 改到數位 X-光片的時候 在這個過程會有一些抗拒 或者是會有一些不習慣 然後他在這邊就是 就是提到說 這個 3D Guidingo 當體的 Guidingo 也是 就是終究是可能是會被接受的 就是 Only a Matter of When 就是是時間的問題 然後他最終是會被接受的 那 讓 Sergico 跟 Sergico 手術跟非手術性 那左邊這個就是非手術性的 我覺得剛剛有解釋一下 大概就是更換的導板 那右邊這個是手術性的 然後手術性的應用就包含很多種 包括 比如說你把 Flap 翻開 你設計一個特殊的形狀去把 Flap 卡住 或者是把 Flap 翻開之後 這兩個小圓圈就是讓你的 Treviver 直接鑽進去 鑽進去之後 把骨頭拿掉 然後一併把牙根拿出來 或者是像 C 這個單純一點 就是比較它設計一個套頭 然後你直接鑽進去 就是直接打一個小洞在骨頭上 那這個小洞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牙根 然後你就可以再把旁邊的骨頭磨掉 然後去定位這個牙根的位置 那最後這個也是跟上面這個類似 只是它可能套頭做得比較細膩 可以直接把牙根取出來 那這個是非手術性跟手術性的 大體上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首先看非手術性的部分 它可以做到什麼 那其實這個 3D Print 的這個概念 Dodontine 在這個算是比較早的 205 年就 paper 寫出來了 那它當初是用一個 1.5 mm 的一個質壓鑽針 那其實大家第一個 Dodontine 是聽到 1.5 mm 這也太粗了吧 這幾號的 GGL 那當然它就是做上顎前壓的部分 那它鑽的部分就是 這邊有一段蓋化的部分 那它依賴這個定位就鑽下去了 然後就最後就把根管這樣做完 那這個是剛剛這個流程 也是一樣是類似的 case 就是一個中斷牙根中斷有概化的情況 那它用這個導板的方式去突破那個概化那條路 去找定位到比較接近跟接近的一個判管 那當然有前壓就有後壓 那這個是一個 Australia 的 澳洲的 Australia and Odontic Journal 發表的 那它是用就是一樣在牙齒上 在導板上開一些小洞 然後用超一波直接放進這個小洞 那這個綠綠的直線就是它設計的一個路徑 那它只要跟著這個路徑可以往下轉 它就可以定位到比較難定位的一個根管 那當然有後壓就是像這個是 Buckel Routen 還有 Buckel Routen 的一個定位 那像有一些導板他們在做的時候 他們會把 screw 鎖在骨頭上 就上完壓直接把 screw 鎖在骨頭上 這樣導板會比較穩固 那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是一個下鱷的大舊詞 那一樣去定位這個概化的 Miseo Routen Miseo Canal 那其他還有一些變體 就是它其實整體上大概概念就是這樣 像它這個是先放一根 wire 然後把導板放上去之後 因為我們在用導板的時候 有時候會擔心上面這一段 就是把鑽針hold住的這個套筒不夠長 所以它這邊就放一根 wire 然後就是在圈盒裡面打 那個打 flowable resin 光聚合的數值 然後把 wire 插進去之後 然後光照 當然它不會塗棒點的 不然大家拿不起來 那光照之後就會變成這樣 那等於說它把在導板上面的一個套筒 延伸到 pop chamber 裡面去 然後這樣子你在車的時候 它後續在車的時候 這個可以引導這個鑽針的路徑就更長了 那就會更穩定 這算是一個變體 那其他還有一些長得不太一樣的 不過概念上是類似 那它是有一個特殊的裝置 套在它的 handpiece 上面 然後這個裝置有兩條軌道 像軌道一樣的東西 那它在設計它的導板的時候 就是有配合這個軌道 所以它就是把這兩個直線 把它裝進這兩個軌道裡 然後往下車 不過概念是一樣的 就是說它給它一個引導的路線 然後它的 handpiece 就會跟這個引導路線 繼續往下車 其實都類似的 只是裝置不一樣 那前面這邊看完了一些 就是關於非手術性的 那接下來講手術性的 那手術性的部分 這個就是 剛剛那本書裡面提到的一篇 paper 那它就是去設計 它就是設計 當然我們也是一樣做 就是在軟體裡面設計一個導板 然後定兩個小圓圈 那這兩個小圓圈 就是會這兩個圓柱體 就是剛剛好切在這個牙根的上面 這邊還有這個C 還有這個D 就是剛好進去的時候 那這個要切多少或什麼 這個就由你決定 就是你在做規劃的時候 自己決定 這個你要切多深 你牙根要切到多少 然後用這個圓柱體去定位 那它後續的部分 就是直接這樣子在這個flap上面的設計 跟著這兩個圓圈 就這樣子把Drill鑽進去 那這個是實際上臨床操作 那它這邊是一個用的那個tre fiber 就是植牙在取骨頭的 就是外面是圓形的 裡面是中空的 直接Drill鑽進去 那一些骨頭或什麼 會留在裡面 那它這個也是一并把牙根一起拿掉 所以鑽出來就一個圓圈的洞 就一個圓圈的洞 然後這個是術後的空病CT 那當然就是Drill鑽完之後 後面的步驟都是跟現在的 現代的一個Modern的Dodonti-Cellulis一樣的 就是它做Altrasonic Retroquake Corporation 然後用MTAR或者是Bioceramica 做這個Ru-Ad-Feeling 這些步驟其實都跟現代的 跟環境間手術是一樣的 那這邊是另外一個變體 就是它在這個上面設計了 用來開骨窗的一個四方形 一個四邊形 那它這個手術 它一併做了E5跟E6 E5的Root 還有E6的MV跟DB Root 那這個是實際操作 它就是放上去之後 跟著這個導板 然後用超音摸骨刀 然後它就切一個四方形 就其實有一點像在開window 在開那個Signers的Ladder Window 那開完之後 再去做跟劍的切除 那跟肩切除它這個case 它也是用骨刀 它就是底下這邊有一個平面 它就跟著這個平面 然後就是這個平面的部分 這個平面就剛好是它要切的 跟肩的一個位置 比如說你上面跟肩三個mm 然後它就定這個位置 然後後續它就直接跟著這個橫線 就是直接把牙跟肩切掉 然後一樣就是在走後續的一個步驟 那當然像這種在使用的時候 就是通常是用在這種 buckle bone沒有破掉的 就是你今天牙肉翻開 你會看到骨頭 你不會直接看到牙根的 如果通常你直接看到牙根的 也沒有說不能用 但是就是比較沒有那麼有必要 沒有那麼有必要 那這個是剛提到的那本書裡面的一個 根肩手術導板的一個流程 然後當然病人來就是去評估拍CBCT 拍做口列掃描 然後影像在軟體裡面 就是合在一起之後 會去再評估看有沒有需要做根肩手術 比如說你今天一個前牙 然後一拍牙根 你認為牙肉翻開 你就會看到牙根了 那我們不需要引導 我們直接micro打開就可以開了 或者是說你評估完之後覺得 它這個位置好開不好開 再去決定有沒有要做導板 然後就開始做searchical planning 在軟體裡面做剛剛那個圓柱狀的設計 然後最後之後做出這個digital guide 然後就可以走到這個guided surgery裡面 那這個是整體上 其實就是一個workflow 就是說你在什麼時間點 判斷一下有沒有要做 最後在臨床上有可能你印出來的導板不能用 或者是你在flame翻開之後覺得也不需要 然後這個就氣質就直接走 就是no guided surgery 這樣子 那前面這邊把這個 非手術性跟手術性的概念大概做一個介紹之後 那其實我想因為職業導板在臺灣已經 至少用了也至少十年了 可能也快過十年 就是數位的職業導板可能也快過十年了 那這個最後第一個就是作為handle醫師 就是聽到這個做法的問題 就是說 那質牙那個是 可能是一兩mm差 可能還可以接受 那這個handle這個牙根這個 肯溜這麼細 你一兩個mm可以接受嘛 所以接下來就是要講這個 accuracy還有limitation 就是它的準度的部分 那這個是比較早的 2016年發表的 那大家第一個你做一個handle醫師看到這個就好 你鑽這什麼你鑽這什麼 你這個handle可以這樣做嘛 不過這個就是體外實驗而且比較早 就是就有48克的Kawaiya 然後它 當然它就是用質牙的鑽針 是用1.2mm 那handle醫師就是 你這個 你拿這個1.2mm鑽到這麼下面 你這個還要做嘛 咬每兩次就fracture了 那這個是一開始的體外實驗 那就是平均的誤差大概0.46mm 那到了比較近 就是這位作者我蠻喜歡的 我沒有列出來 好,沒關係 那它是一個上二前牙 那它一樣是用1.5mm 然後是做這個 也是一樣類似的 但是它做的稍微比剛剛這一篇 稍微在就是秀出來的東西在好一點 沒有像這個車看起來車這麼大 那它的 根鍵偏移量是0.17到0.47 所以大概在0.1到0.5 就是在0.5個Vm以下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那角度偏移在1.81度 然後同一個作者 他又在 好,A-Dribber,J-O-E 我有點忘了 那它也是一樣發了一個下二的一個 下二的牙齒的一個 那它這次做的這個導板 就是這個比較小 那最有 最有好像是一個mm吧 那根鍵偏移是0.12到0.34 其實就在0.4左右 就作為A-Dribber看到可能就覺得 好,現在可以接受 那後續就是這個 我自己寫的論文發表在這個 BMCO Road Health 那就是也是一樣是體外實驗 那就是做很多的導板 在牙齒上面做開動的動作 好,那這邊就是可以解釋一下 剛剛就是所謂的偏移在哪邊 好,那CD就是Chrono Deviation 就是它在灌步的地方 就是你的實際轉進去的轉針 跟這個規劃的轉針 綠色的部分是規劃的轉針 紅色的部分是實際上轉進去的轉針 好,那在影像上重建之後 可以看到 Chrono就是灌步的這個差多少 好,然後在根部這個 MCO的地方差多少 好,那最後是會有一個 Angular就是角度的一個差異 好,那這個是我們用 Interway的軟體做的一個實驗 那這個是實際上臨床的照片 那這個是在3D Slicer裡面 秀出來的一個 就是我們實際上會把 Enable車調而已 然後直接去用這個轉針去轉Dentit 然後轉下去之後就是轉出來的樣子 好,那這個兩個小小的紅綠點的部分 就是我們去重建這個轉針的位置 好,那實際上就是去看它還是有差一點點 好,實際上規劃的跟轉下去的 會有差一點點 好,那這個是一個 在不同芽位的一個數值表 好,那這邊就不細講 就是簡單講就是在後芽會稍微不準一點點 好,那不過整體上就是包括review剛剛前面的paper 還有我自己寫的paper 好,大體上就是這個表這樣看下來 好,其實 Guardian Dodantik 包含這個Surgical還有Non-Surgical 不過相關的研究其實不多 好,大概10篇以內 好,那這個是整理一篇review 整理出來的 好,那右邊這邊是就是包括Surgical還有Non-Surgical的 好,那左邊這邊就是包含 它的在灌步的 就是在最灌步的這個drill的差異 然後這個是根部 根肩部的drill的差異 好,還有它的差別的一個角度 好,那它在像這個剛剛提到的 好,那大概整體上來講 就是以非手術性的來講 都在0.5個Mit下 就是你的差,你的divation 就是最根肩的 因為我們大概Ando醫師最比較介意的 就是比較根肩的地方嘛 因為你根肩的地方對根管才找得到 好,所以基本上就是這個Non-Surgical的部分 大概都在0.5mm以下 好,那Surgical的部分 因為它有時候用的轉身比較粗 好,然後就是大概在1.5個Mit左右啦 Surgical的部分 好,那這個根肩手術的導板 它差別,就是它還是會有一些問題 它有一些 這個是那本書裡面列出來的一個 就是它Unstable Guide 還有一個Inaccurate的一個Dreaming 就是根肩手術導板 這些會在哪裡出現問題 好像我們有做3D列明知道 就是你今天在軟體裡面 設這個Offset要設多少 好,那你今天導板印出來 你的導板是多厚 好,那是不是在導板這個後面 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3D列明會有一些變形的問題 是不是 而我還需要加一個支撐柱 好,那這邊就是翻中文 中文就是包括 就是你今天如果掃描的時候 誤差 好,導板製作就是 比如說Offset太大太小 都列印的參數這些問題 可能會導致一個Unstable 就是你的導板放上去會晃 好,那Inaccurate drill 就是你在轉的時候怎麼樣 就是你如果有斷層掃描的散射 會造成你在規劃的時候 判讀的一個問題 好,然後你的導板不穩 或者是你的鑽針跟套筒 中間那個縫隙太大 好,或者是在軟體中 我們規劃的時候一開始就錯了 好,這些都是根據手術導板 可能會,導板可能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好,那其實關於這個 就是鑽不準這個問題的配合其實不多 好,那這個是當社區口 就是我們今天如果他這個導板在鑽的時候 鑽不準會怎麼樣 就看起來就是 肯溜在這邊,他鑽到這裡去了 好,就是鑽不準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好,那其他還有像他發表前亞的 他是說這個case我認真的看一下 不過他雖然說跟肩的部分 有一些稍微有一個鑽位的狀況 有perforation 不過我覺得他還可以 但是他就是 這篇 paper就是提出來說 他今天用這個概念抖當體的方式做 然後鑽旁邊有一點perforation 好,然後最後用searchical的方式去解決 這樣子 好,那我自己的實驗做出來是不是會有差 會也會有差 像你在鑽的時候這樣鑽下去 這邊就有一個nuch 有沒有,或者是這個我們andle會 就是叫這邊就會創造一個例舉 好,那例舉出來之後 是不是大部分都還是可以到肯內容 是,大部分都還是可以到 好,那就是 但是像我們在用這個導板的時候 臨床上在用,就會 鑽一點,停下來 衝一衝,用file摸一摸 好,欸,下去了沒 沒下去,要繼續鑽 好,那鑽鑽鑽鑽到 欸,我找到可以下去的地方了 欸,我就會停下來 我就會走回andle done treatment的步驟 好,那這邊是 non-searchical limitation 一樣就是翻中文 那就是,limitation就是像這個andle done guide 因為它是一個直線 就是我們在操作的時候不像導 它可以左右晃啊,可以找哪邊啊,可以幹什麼啊 它只能用直線,就是你設計出來直線就是直線 好,那牙齒必須穩定 那拍攝combinCT跟scan的時候導板,導板不能晃動啦 所以今天就是,它這邊提到就是這個 你的mobility比較大的牙齒 是要視為靜忌症 好,然後複形物會造成CPCT的散射 進而導致錯誤的治療計畫 好,那這個問題在導板或者是導航 其實都還是會遇到 好,那鑽鑽跟套筒的一個限制性 就是像今天做non-searchical的時候 你就需要一支比較細的一個鑽鑽 好,然後我以前要一個long neck,就是比較細而且比較長 那你要去特別找這個鑽鑽,還有這個套筒 那,sergic pole的部分就是,你必須就是在鑽的時候 你一樣就要去規劃這個treviber的一個 這邊body的一個厚度 好,那有一些這個treviber外面這邊 它製造完之後,它會稍微往外擴 好,所以這個要稍微注意 好,那剩下它的限制就是說 它必須要有一個上面這個部分 把它這個treviber的,就是套筒把它套住 不然它會lock hard嘛 那這個套筒我們要有一定程度的長度 那這個在口內在操作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遇到一些困難 好,就是cheek會擋到啊 或者是你要翻flame翻得很高啊 或者是你的drill在從bacquette要進去的時候 在這個角度放的時候會不好放 好,其實這些在規劃的時候都要注意 好,那這邊就是一樣 就是雖然我們是做概念的no-thanding surgery 但是我們一樣還是最理想的嘛 就是牙齒的長軸 在規劃的時候就是一個90度,垂直90度 那切的話我們大部分就是一樣 切三個limiter 好,那就是要去注意這個長軸 但是有時候你真的照著這個長軸在設計啊 你這個出去你就要,這個鑽針你就要抬得很高 好,那這個時候在手術前 我就會先拉一下病人的cheek 好,看一下這麼高行不行 如果我拉了覺得不行 那我在設計的時候會把它放平一點 那這些其實我們在microsurgery的時候會遇到 比如說,那個根堅會真的沒有辦法車得好的 那我們會車一點barrel去compensate 這樣子 好,那其他我們還會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大家第一個問題就是 誒,我裝完一個圓形,那這邊不就圓圓的嗎 對,沒有錯,我就圓圓的 拿起來牙根之後拿起來牙根也是圓圓的 所以這邊他提到的一個limitation 就是因為這個技術比較新 好,那這些這個,比如說這個圓圓的 那這個尖尖的地方留下來 到底有沒有什麼關係 確實就是沒有happen 所以這個是我們必須注意的 但是我們走回就是這個是那個 Dr. Kim的那本,那個microsurgery的那本 就是我們熟知的,就切掉3mm 會移除掉93%的let rock nail 那你這樣切,假設你真的是切3mm 那這邊旁邊是不是會剩下一些 會,會剩下一些 但是你問這個會不會有問題 我覺得 也沒有必要問啦 你就切完之後 你再把icep拿出來 或超音波拿出來 再修一下不就好了嗎 這個問題一下就解決了 也不用去很計較啦 當然我覺得應該是還好 那他這邊秀出來是兩年的追蹤 就是他說有時候這個比較尖的地方 他可能就是在remodeling bole remodeling的時候 或什麼,他就會有一些吸收狀況 不過我覺得主要的問題都還是在infection 如果infection移除乾淨就比較不會有問題 那最後到這個critical case 我剩5分鐘,剛剛好 那這個,因為是概念Dodonti 我大概講了兩年了 我就是兩年前前後後講了蠻多次的 我就很不好意思一直講舊的case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 我設了一個概念Dodonti的播放清單 找一下應該就有了 所有的舊case在這邊都有 那就是,所以我今天 我舊的case我有準備啦 在最後面,我覺得時間不夠 所以我今天就講兩個新case就好了 一個是non-surgical 一個是surgical 一個是surgical 那這個是一個 就是 一個seventaenoseous dysplasia case 那這個,臨床上看到突然接到 就他那個tracing先推進一下 一排,這怎麼辦 然後說我也這個 crown拆掉,我們去看看 如果我像這樣子 通常我們臨床上遇到六的根肩手術 都會先想一下 因為六或七的根肩手術就不太好開嘛 就很吃力啊 然後這邊又有可能會遇到那個mental flamen 就是在手術的時候會很辛苦 像這個拍出來 底下這個 右邊這個是3D的重建圖 可以看到他有seventaenoseous dysplasia 之後他就會膨大嘛 那這個就想一想 你這個要做intentional remontation 就把牙齒拔起來 切完再塞回去 感覺就拔不太起來啊 因為他底下這麼大的球 就拔一拔 裂掉或什麼樣的 就會擔心嘛 所以就是想說 那還是去拍斷層掃描 那這個是斷層掃描的一個重建 那怎麼辦呢 當然就先去拍斷層掃描 那拍完再決定 到底是要做手術還是要retreat 那拍下去之後 先看左邊這個 左邊這個就是他這顆牙齒 那因為有金屬散射很嚴重 那他有四個根管 一二三四 就是mizio 這個mizio buckle mizio lingual 然後distol lingual distol buckle 那開完之後 實際上真的有塞住的 就是覺得在cannail 我們在 就是我們 醫師會看這個 這個 我們會去看這個 影像嘛 那他實際上 就是像這個是有散射啦 不過大概 往下捲一點 都還是看到 就是除了 mb db dl 這三個cannail 我認為我在 顯微鏡底下 打開清潔 我可以通得下去 那我覺得比較通不下去的 就是這個mizio lingual 這個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mizio lingual 這個cannail 就是設計一個 其實他在最根尖的地方 其實也沒什麼根管的影像 但是在中段這邊有 中段這邊有 然後上邊這邊 因為他有 有舊的root 有舊的philip material 所以我們就是設計說 我們要pandetrate這個地方 然後去到達這個中段 那如果到達這個中段之後 我們實際上 有時候file就下得去 就算有時候ct拍不出來 有時候file還是下得去 那我們就做規劃了 所以主要是這個mizio lingual 這個是我們周宇靜機師 就幫我們列印的 然後這個是micron底下 那當然就打開 那也沒有錯 就像ct看到 打開之後 mbdbdl 這三個我們都移除 舊的philip material之後 就下去了 那這個地方是 當然我覺得用顯微鏡 慢慢花時間 配合超音波 還是有機會下去的 但是這邊我們就用 該地的dodontic的方式 就直接 導管放上去 就直接轉下去了 那這是後續 我們把crunk拆掉之後 我們把舊的restore 全部轉掉 然後拍的 然後做完 dodontic procedure之後 這個是Main Cone 這個是RCF的部分 那實際上就是四個跟管頭 通下去了 那這個是 右邊這個是 rcf之後的樣子 那這個是三個月的追蹤 可以看到它 其實大約那一開始有3個trade 那治療完之後 就慢慢消了 然後dstall這邊 我們在三個月 就可以看到離卷的恢復 那mizio 還沒有明顯的恢復 可能沒有明顯的恢復 然後接下來是surgical case 那這個case一樣 就是 來的時候 我們沒有想說要拍斷 就我們有去shift拍一下 就覺得 這個cannale missing cannale 那先把crunk拆掉 post拆掉之後 開始重新治療 果然沒錯 我們CT沒有拍 這個時間點是沒有拍 我們在micro底下檢視 我們確定是兩個cannale 那我們就覺得 通常 臨床上有時候遇到 我們就先 第一件事情 當然先解決那個 你覺得解決了 就會解決問題的問題 就是 那我們就把這個missing cannale 把它做完 然後做 就一樣 這個是main call 然後做完之後 但是一段時間 病人還是跟我講 會麻麻的 稍微脹脹麻麻的 所以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就想說 我們missing cannale也做了 就是沒有找到的也清了 為什麼最後還是有症狀 那我們就去拍斷層掃描了 所以後續的部分 我們拍完斷層掃描 就是左上角這個是CT的重建 這個洞 是mantle croment 這個我們在做下二的第二小就詞的時候 常常要去注意的 就是mantle croment 手術的時候 會不會去上到 那這個一拍出來 好像有點近 怎麼辦 然後它這個拍完之後 buckle bone又沒有破出來 就是等於說 你可能flavor翻開 臨床上太早的時候 你就要去直接端這個骨頭 所以這個就比較有這個概念 抖湯蹄的意義在 它沒有破 就是它沒有 bone沒有破的話 我們就可以依賴這個去定位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是 在把這個 影像的部分 我們先把這個 bone 洞把它補起來 然後就是做重建 然後用口掃 然後把兩個疊在一起 然後我自己的方式 就是這個我放在youtube頻道 就是這樣子可以做出一個 貼在骨頭表面的手術導彈 就把oral scan的表面 跟bone 的 scan 就是疊在一起 這樣 那這個是實際上的一個規劃 那我自己用的是 四個mm的一個trefiber 那轉就是 一樣是移除三個mm 那這個是 導板先壓上去 因為這個是貼在骨頭上的 所以這個時候flap還沒有翻開 你是壓不到底的 所以我壓下去之後 它會有壓 用力壓它會有壓痕 這個是它壓痕 然後這個是導板的樣子 那這個是手術的時候的影像 快結束 那就是先做incision 那incision是從三個mizio 那做一個vodicode的切線 那這個時候把flap翻開 flap翻開就 欸 欸 對不起 flap翻開之後就是可以看到 它骨頭是沒有破的 就跟CD的 的影像是一樣的 幫你delay一點點 就注意看這邊 flap翻開之後就是 這顆是四 四下面翻開之後這邊是沒有 就是bomb是沒有 就是legion是沒有從bomb外面傳統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把蓋放上去 那貼合齒槽骨的表面的導板的好處就是 你只要做得夠好 你貼上去之後flap自己會在外面 你就不用再用再去撐 那這個是dream完之後 把這個bomb plant拿下來 然後bomb plant拿下來之後就是 就我會先鑽一個深度 然後把bomb plant拿下來之後 再去看到牙根 那鑽完之後就是 牙根外面還有一圈骨頭 這個也是拿起來 然後牙根就可以整個拿出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 沒有錯 這是圓圓的 就是圓圓的 就拿起來之後就是牙根就是有一點 上面是有一個圓形的一個弧度 那可以看到兩顆gp 那這邊一樣走這個就是 鋁球灰的preparation 那看到我們等一下會有根根的造像 就是它中間是有Ismos 所以這個就用超音波把它清乾淨 然後鋁球灰做完之後就是 我會放一點焦 焦點蛋白 然後把bomb plant塞回去 然後縫起來 大概就這樣 然後後面就輸出來 後面輸出來就不看 那這邊是這個 就根根切完的樣子 這個是根根的一個影像 那你就可以看到中間只有一條細線 這條細線就是Ismos 那根據一些研究的話 這些Ismos 可能還是會清 要清會比較好 那這個是那個MTA filling碗的樣子 那這個是suture碗之後的樣子 這切下來的牙根 就遠遠了 那因為我有分段 這個是buckle的地方 就第一段我切到這邊之後 外面那個bomb plate 就可以拿下來 拿下來之後 我再繼續往底下切 那就是根根根 那這個是兩個gp 那就是束後 然後束後三個月的追蹤 其實跟initial比起來 力學已經有小很多了 已經小很多了 好 那以上這邊是新的case 新的case 那舊的case 請容我跳過 因為時間可能不夠 這是今天的一個內容 那謝謝各位意思 謝謝 谢谢